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带来1933年上映的美国经典科幻恐怖片《隐形人》 为了得到名誉和地位,给女友带来理想中的生活 天才科学家杰克花了五年时间 终于从某种植物上提取出了隐身成分 通过亲自试药,杰克将自己变成了隐身状态 但遗憾的是,隐身药目前还没有解药 为了掩盖实验避人耳目 杰克将自己全身上下绑满绷带,并远走他乡 希望找个僻静的地方研制解药 由于造型太过出众,杰克一进旅店就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对于这类的事,杰克在旅程中早已习惯 所以他没有任何解释,要了一间房后就匆匆上楼休息 老本娘虽然对杰克的打扮很好奇 但这是杰克的隐私,所以他也不好主动问起 为了方便研究不被打扰,杰克要求老板娘没事不要来找他 但没想到老板娘因为少拿了食物调料,竟再次上楼 因此看到了杰克的真面目,发现杰克没有下巴 因而猜测杰克是遇到了事故,导致下巴被切除 罗拉是杰克的女友,杰克自从留下一封留言信 说要外出一段时间后,就突然人间蒸发 罗拉希望父亲能帮忙找一找,毕竟罗夫是杰克的雇主 但罗夫却觉得因为实验而外出是很正常的事 没必要为此专门去找 肯普也是罗夫的雇员,他对罗拉信已久 所以平时经常帮罗拉说话 此刻罗拉没有杰克陪伴 所以肯普认为这是自己表白的最佳时机 但没想到罗拉的心中只有杰克 肯普这段时间的嗜好完全是白费力气 因为缺少资金付房费 再加上截药研制一直没有进展 杰克心急如焚 心烦意乱之下,杰克忍不住冲撞了前来送午餐的老板娘 气了老板娘虎冒三丈 说什么也要把杰克赶走 不交房钱还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 这谁受得了 老板不愿得罪顾客 所以主动向杰克表明了自己的难处 因为担心杰克是通缉犯 很多顾客都搬离了这里 老板实在是没办法 不然谁都不会选择赶走客人 杰克在得知自己今天必须得离开后 气得当场变脸 因而忍不住对老板动粗 甚至最后还将老板推下楼梯 剩下的客人在得知这件事后 立刻跑出去叫来了正在巡逻的警察 警察希望杰克乖乖束手就擒 接受法律的制裁 但却没想到杰克不仅对警察出言不逊 甚至还以献出言行这种方式来抗法 在杰克看来 所有阻止他研究的人都是故意的 因此他也没必要对众人客气什么 透明状态的杰克吓得警察当场逃走 平复了一下心情后警察才再次来到楼上查看情况 杰克只能让自己的肉体隐身 所以要想躲过抓捕 他就必须得将自己拖得精光 肉体完全隐藏后 杰克便利用这个优势 将警察和客人们刷得团团转 接着又假装通过窗户逃走 以此得到对警察下手的机会 由于下手时没有分寸 警察竟死在了杰克的手上 面对杰克这种看不见的敌人 客人们实在无能为力 不但要眼看着杰克逃走 挡路的还要被暴揍一顿 顺利逃出旅店后 杰克又顺手抢了一辆自行车 通过这些事 杰克发现自己完全没必要遵守社会秩序 反正别人也看不见 不如就按照自己的意愿 去干任何自己想干的事 另一边 罗夫见杰克过了这么久还不回来 终于忍不住开始寻找杰克 虽然杰克在临走前烧掉了大部分实验数据 但好在还有一些蛛丝马迹 罗夫通过杰克的笔记得知了杰克的实验方向 恰好肯普曾经参与过杰克的初步实验 那时杰克通过某种植物的提取物 将实验用的小狗皮肤毛发褪色 褪成了纯白色 不过小狗也因为实验变得异常狂暴 最后甚至将自己活活啃咬致死 原本杰克只是想做一个超强褪色剂 但没想到最后竟做成了隐身药 罗夫和肯普并不知道隐身药物的存在 更不知道杰克此时正在镇上肆意妄为 或许是因为受到药物影响 杰克才会一步步的走向极端 夜里杰克突然闯入肯普家 并主动现身 提出让肯普来当他的助手 虽然杰克能够隐藏身形 但一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 很多事情他无法独自完成 最重要的是现在是冬天 不穿衣服到处跑 他实在顶不住 肯普万万没想到 杰克的隐身药实验能够取得成功 面对杰克的威胁 肯普只能照办 因为肯普无法确定 杰克是不是在暗处盯着他 一旦杰克不发出声响 肯普就得万分小心 就算肯普找到接近电话的机会 身旁也会及时传来杰克的提醒 警长连续调查了好几天 却查不到任何有关隐身人的线索 因此怀疑隐身人事件 是旅店老板自导自演 为的是以此为名 吸引好事者入驻 日内肯普 杰克讲出了自己的遭遇 此刻的杰克打算和政府合作 将自己研制的隐身药 作为战争武器售卖 政府官员一开始肯定不会信 所以杰克打算通过不断犯案 将事情闹大 以此来吸引政府的注意 在杰克的威胁下 肯普只能同意当助手 协助杰克犯案 上次离开时 杰克忘记带走自己的记录本 所以他得回一趟旅店 虽然杰克是当着众人的面 打开旅店大门 但老板娘却以为 门的开启是小孩的恶作剧 找到记录本后 杰克立刻将他们扔给了 在外等候的肯普 但离去时 杰克又突然用墨水戏弄警察 原来警察因为不相信隐身人的存在 此刻正在用科学解释 劝导目击者 杰克想把事情闹大 自然不会如警察的愿 在杰克的捣乱下 隐身人的存在彻底做实 警察也因此而死 隐身只是让人看不见 并不代表身体不存在 所以每次吃完饭后 杰克都得躲起来 等候食物完全消化 没消化完的食物是无法隐形的 这会导致他暴露位置 同理身上的污垢也一样 杰克必须得时刻保持身体的洁净 为了抓到杰克 警方高官从外地城市 调来了大批警察 缤纷多路在小镇里四处搜捕 但小镇这么大 抓一个隐身人谈何容易 无奈之下 警方只能发布悬赏 让民众都动员起来 杰克在寒冷的室外 坚持不了多久 因此他肯定有自己的避难之所 为了防止杰克潜入 民众们纷纷紧锁自家的门窗 而肯普在听完广播后 也找到机会 趁杰克赎税之际打电话报警 向警方公开了杰克的身份以及位置 胆大的民众 则一直在寻找破解隐身的办法 很快警方就把杰克四处翻案的事 告知给了罗夫和罗拉 虽然罗夫很想帮杰克研制出解药 但时间紧迫 现在才知道根本来不及 罗拉无奈只能尝试去劝杰克 也许杰克愿意听他的话 杰克醒来后 本想依照计划继续干坏事 却没想到罗拉和罗夫来到了这里 毫无疑问 这肯定是肯普高的密 虽然杰克对肯普的高密有些不满 但他确实很想念罗拉 面对罗拉 杰克终于展现出了自己理智的那一面 毕竟他所做的一切研究 都是为了能和罗拉过上好日子 杰克认为自己只要按照计划努力下去 就一定能得到与政府谈判的资格 说到兴奋时 杰克还说出了一些比较狂妄的话 认为自己的才能举世无双 全体人类都会因为隐身药 认识到他杰克之号人物 说着说着 杰克就突然发现 肯普的住所外聚集了大量的警察 原来肯普找罗夫和罗拉来 是为了给警方抓捕争取部署的时间 杰克认为肯普是背叛者 因而对肯普动了杀心 此时屋外的一众警察通过围圈 用手拉手的方式将肯普家团通围住 接着便开始逐渐缩小这个圈 杰克无奈只能抓紧时间想办法逃跑 临走前他还特意对肯普立誓 24小时之内 他一定会来取肯普的狗命 警方这边虽然人多势众 但杰克毕竟能隐身 而且现在又是深夜 所以杰克逃出包围圈并不是什么难事 甚至还能抽出时间戏弄警方 就这样警方的抓捕再次以失败告终 肯普害怕杰克会突然从某处向他发起攻击 所以事后调查文化时 他一直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 这事过后杰克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杀人对他来说就跟捏死蚂蚁一样 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 后来杰克还打运了铁路值班员 并操纵铁路改变原定路线 使路过的火车坠下山崖 造成了一百多人的死亡 虽然杰克此时对钱没有什么需求 但他就是要抢 一定要把事情闹大 他很喜欢看到民众为了钱不顾形象的样子 面对记者的不断追问 警方高官只能再次加大悬赏力度 力求在短时间内将杰克拿下 杰克目前比较膨胀 对于之前立下的诺言 他肯定会想方设法完成 警方为了他一直在改善抓捕的方法 为了引出杰克 警方决定将肯普当成诱饵 只要提前为肯普留下退路 警方就不用担心肯普的安危 抓捕杰克用渔网 让杰克显形可以用染料 但警方却万万没想到 他们前脚刚走 杰克后脚就找上了肯普 原来警方之前在商讨对策时 杰克一直在他们身边偷听 肯普面对杰克的威胁 只能不断求饶 希望杰克能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放他一马 但杰克还是没有放过肯普 控制住肯普后 杰克立刻在汽车外发动汽车 让肯普连人带车飞下悬崖 就这样肯普也死在了杰克的手上 再见了你这个喜欢告密的小人 这下警方高官终于彻底绝望 没想到杰克竟狡猾到了这个地步 就在警方无可奈何之际 某位农夫意外在自家的仓库里听到了憨声 原来杰克在翻案后为了躲避风雪 偷偷潜入了他家的仓库 并且还因为劳累过度陷入了沉睡 农夫在发现自己能够听到杰克的声音 并且还能触碰到杰克 但却看不到人后 便第一时间来到警局报警 称自己发现了杰克 很快大批警员便往仓库赶去 外面在下大雪 因此地上留下了很厚的积雪 如果杰克逃走 他们就可以根据脚印确定杰克的位置 为了防止再出现人员伤亡 警方决定纵火烧仓库 以此将杰克逼出来 没过多久杰克就被呛醒 因而不得不选择逃跑 而地上也随即出现了脚印 高关键词立刻扣动扳机 几枪将杰克带走 就这样杰克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死亡能够使隐身药的效果失效 所以杰克在被送到医院后 很快便现出了真身 临死前的杰克终于开始后悔 意识到自己逾越了人类的禁忌 有些研究不能随便去做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次见 来吧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